在這裡說沒有問以外 歡迎英雄國修也為了好小朋友 何時感恩 由何時帶來各行在家的表演 來就此表達對媽媽的愛 為了感謝母親的辛勒 永遠中演點也在會告訴你 送每一位媽媽康乃馨 最好大家母親節快樂 彥鴻國修基盤母親節感恩 慶祖華東 何時輪返主題 各修各音樂表演 讓各個華東是非常努力 慶祖母親節 彥鴻國修當年在母親節進展 都會基盤在母親節感恩在家的表演華東 在他提供何時表演的舞台 也就到表演這步 讓學生表達對媽媽的感恩 五月份是個感恩的季節 學校每一年都會利用勞動節這一天 大多數的家長有放假 來提前舉辦母親節感恩才藝表演 一方面藉由小朋友在學校的多元學習 各種不同的才藝 展現在我們各位的媽媽面前 來祝福感謝我們所有媽媽們 辛苦的一個照顧 另外成如我們縣長 王惠美現場所說的 不怕沒人才就怕沒舞台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舞台 提供小朋友可以展現他們的一個才藝 那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鄉長 我們的主席 除了親自來參與這個活動 也送來康乃馨 那另外我也要感謝我們所有的家長們 對孩子辛苦的照顧 我們老師對小朋友辛苦的一個指導 讓我們的孩子可以溫馨快樂健康成長 母親節快樂 年輕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 來 母親節快樂 來 母親節快樂 為了感謝媽媽的辛勞 鄉長很嚴重特別到現場送每一位媽媽康乃馨 就讓大家母親節快樂 一年一度的母親節 今年特地到我們永豐國小來 大家來辦理慶祝母親節的一個活動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校長精心的策劃 把所有的小朋友還有家長的一起 到我們這個風雨球場來 今年也非常感謝我們的主席 特地播出時間來參加這個母親節的活動 我們祝福天下所有的母親節快樂 所有的媽媽都相當的辛苦 為了家庭跟孩子的付出相當的多 永豐國小來辦母親節 感謝我們鄉長 校長特地策劃 在這個地方辦這個母親節活動 在這裡也祝福所有的母親節 母親節快樂 好好希望透過母親節來跟我們多多 和一些朋友可以了解北部的辛苦 未來更加知道友好和感恩 當時也好跟中來看學生 變成是一首學生的生活 新中華新聞 蔡仁謙 郝憲 蔡宏博德